將一包包食材親眼裝香 這裡不是賣場結帳櫃台 而是在疫情期間 兩家在桃園大溪的餐廳業者 為弱勢圓民家庭 寒冬送暖迎新春的五慈香 我們做餐飲就是 像衣食父母一樣 我們就是做吃的 那過年我們大家就是能夠 真的我們每天都要吃三餐 我希望大家能夠在這個時候 不會為三餐去煩惱 但發為愛心的 還不只這一家 為了讓大家吃得健康 另一家餐廳也特別提供了 無毒雞肉和雞蛋商品 那這個產業呢 我提供一個好的食材 對一個人造成一個好的影響 這才是我真真實實的 在幫助這個人 而不是我就是經濟的一個援助 這次參與愛心捐贈的兩家餐館 都位在桃園市大溪區 且又臨近桃園市議員 簡志偉的服務處 因此店家秉持創業互助的初衷 一起協助居住在大溪區的 弱勢原民家庭 尤其在這樣防疫期間 不僅去影響到餐廳生意的情況下 他願意希望能夠做這樣一個 在寒冬送暖 祈福送愛 那帶給我們原住民鄉親族人 尤其在大溪區的居民 能夠在寒冬歲末年中 能夠多一點的祝福 針對我們大溪區的獨居老人 以及中低收入戶跟邊緣戶 他在這邊篩選了將近60戶 希望這60戶能夠在這一次 他們的善心的活動 讓他們能夠再過個濃烈佳節 居民上前領取物資香和年節禮品 在疫情下本就經濟弱勢的家庭 因為收入銳減 更無法取得足夠食物來源 因此健康影響堪憂 而這兩間餐廳展現公益精神 在冷冽寒冬中將溫暖與祝福回饋給社會 原室新聞DM一故 特別大溪採訪報導